你不在这里吃苦 就到那里去吃苦 我的问题就是 那里是哪里 医院 你说是不是这样解释 绝对是这样解释 我叫陈继芳 我今天是68周岁的生日刚过 到健身工作室来的话 是2018年的12月29号 订健身房之前 我人还是很胖的 有60公斤左右 人还没有现在占了值 所以只有1米53 现在变成1米55了 三个月减掉20多斤 我最近才刚刚开始加重 练硬拉一边一个25磅 还有狐铃和YPi TRX绳 偶尔也打打Boxing 臀部是必须要练的 练臀腿 因为人老先老腿 臀实际上还带着腰 属于一个沉重部分 最开始的时候做过程 教练一开始 他也不知道 你的身体什么状况 他觉得你是可以再撑三个 然后撑了三个 结果这两档 肌肉撕裂 它会再修复 所以你才会强壮起来 有没有肌肉线条 有 对不对 人生态度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花钱 第二个是吃苦 特别是老年人 如果钱花在健身房 健身工作室 加上营养 加上运动 你开始感觉 这个钱还是蛮大的 感觉蛮吃苦的 满头大汗 病实际上从你落地 就已经在跟随你 为什么病就厉害了 因为你弱了 病没来之前你在干什么 你有警觉吗 对不对 我弱了铁以后 病真的来 我这么强 他也不敢来 他真的来 我真的能给他扛一下 我背这个包正在走 有个跑步的 他就是一脚踩上去了 那边就翘起来了 我这两只脚被绊住了 像那狗跟死一样的 爬出去了 扑出去了 当时摔的真的是 哎呀 凡是突出的地方 鼻子额头胸 包括这两个胯 膝关节 甚至脚趾头 后边过来照样训练 一点事都没有 当然肯定有点疼 意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你有这个能力吧 对不对 意外来了又怎么样 我扛得住 像我身体好起来了 就有创业的这个念头 创造财富 财富哪里来 不是靠老的伸手 看到祖辈 或者小孩 哪里去刮一点过来 我这边呢 就是说 给愿意锻炼的人 做一些咨询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好起来了的 如果你愿意 对吧 请向我靠近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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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